16日北京封臺的趙某接到快遞員電話 讓快遞員把快遞放在樓門口的快遞堆中 隨後趙某把快遞藏起來謊稱丟失 向快遞員索賠 該快遞中是趙某新買的手機 快遞小哥急的報了警 民警查看監控後發現是趙某自導自演 可趙某嘴硬鬧情緒企圖蒙混過關 你別高急啊 你玩高急啊 你覺得你看你丟了丟了東西 你能不急嗎 這一個是 我也說不陪對你 我這一個 再有拿錯的沒有 是裝水的箱子嗎 那什麼呢 這裝手機那盒呢 那我不知道啊 你臉嘴硬鬧子 掉了好幾回路線 老師 再給你機會 你再不說 您可真自己找 給自己找事了 你知道了吧 那我就自為自己找事吧 你這箱子什麼時候拿過來的啊 就今天啊 一直在路上拿著呢 確定了嗎 確定啊 對呀 到底在這也入了呢 搞過了 你也不相信我去問的嘛 看視視頻有啊 你自己解釋不清楚啊 你現在下電影上去拿著這箱子 對呀 我這個沒穿拿 先把那個洞子保證 把那個洞子保證 對呀 完全沒穿拿著 對呀 應該是吧 就在那兒 那兒 應該是吧 董和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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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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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赵某拿出了新买的手机 这是那个手机吧 是 那当时为什么跟人快点 咱们说没拿着啊 还准备退回去 能得床是钱 最终赵某被依法拘留